喜悦是这样的好,喜悦是这样的美,我见喜悦是宝物中的河,淡淡飘逸而出,透着人世间的欢与愁。 喜悦见我,是一低头的羞涩,是一举手的恶魔。 我从此懂得,这余生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这来的,我要善待自己,要善待周围每一个人。 生活是这样美,这样眼,这样让人喜悦。 我们每个人活着,的确有个时间成本,因为生命有限,每一秒用去了,就不再回来。 但是,时间的宝贵,应该促成我们珍惜每一天,每一分钟,而不是成为我们的裹脚步。 非要在什么年龄,干什么事情。 我们的人生,是丰富的,在这个年龄,干别的事情,一样可以。 我们每天,碰到的困难,当然都很真实,但我们,若换一个较适当的观点,来衡量事义务。 这些困难,根本说不上是大灾难。 有太多人,在人生旅途上,携带了太多的行李,许多行李,其实是,不必要的。 尽可能,丢进那些,所谓的问题,即烦恼吧,放慢脚步,轻松一下,好好想一想。 做菜,合一道,一道来,你最好一次,解决一个障碍。 与其选择,悲观抱怨,不如选择,乐观积极。 如果我们,不能改变环境,至少,可以改变自己,对待事情的态度。 心态,是我们应对,各种人生遭遇的,态度反应。 好的心态,有助于成功。 差的心态,只有毁灭自己。 我们不能,样样顺利,但我们可以,事事尽心。 无论在家,出家修行,都不能脱离他人,而生存,互相尊重,接纳,是待人的基本要求。 尊重他人,就是让自我牵下,待人着想,接纳他人,就是待人真诚,信任,打开心扉, 让别人,走进自己生命。 简单的思想,犹如简单的,生活,最能让我们,生起平常心,从而明心见到。 热闹,往往是,短暂的,所以,我们绝对不能,陶醉在热闹,和繁华里。 热闹过后,还必须,把身心,回到平静,而简单的,生活中。 管他,狂风暴雨,是非成败,荣辱不惊,诽谤不乱,该做什么,就做什么去,回到简单。 高节奏的,静待生活,挤压了我们的,思考空间,也诱惑了,我们欲的,心性。 在这个,纷繁嘈杂的,世界里,我们的心,蠢蠢欲动,没有片刻的,安宁。 只有懂得放下,我们的心,才能如无形的风般,自由自在,才能活在,当下。 人的烦恼,都是因为,有爱,有了爱,又产生恨,有了爱,也可能带来,空虚的感觉,以及,无法避免的,破例。 这是因为在,狭爱,和烦恼中,摆脱不出来,若真的要能,解脱自在,就必须把爱的心门,再打开一点。 能够发挥,大爱,的精神,就比较不会被,狭爱,的,执着束缚住,因而造成,人生的痛苦,透彻的大爱,才是有爱的心。 在生命的过程中,遇到,不如意的事,是非常正常的,没有一个人,一生都如意美满。 重要的,是不要使那不如意,成为我们生命中的,主导,而应该,让其成为我们,生命中的,动力。 以坎坎,来增长我们的,智慧,尝养我们的,悲心,如此,我们就能,获得生命,真正快乐的,源泉。 人,经常生活在,不安定的心态,及环境中,因为不安定,所以,我们的生活,言行,很不平稳,导致,自己和别人之间,缺乏和乐的,气氛。 人生,实在没有什么值得,痛苦的事,如果我们能够,做自己的主人,不论有钱也好,没钱也好,都应该活得,非常快乐。 进步,成长,不能代替,人人都希望,自己日有进步,日有成长,但进步,成长,要靠自己努力用功。 所谓,怎样栽植,就会怎样收成,我田里的倒秧,无助于,你地里的,脉苗成长。 每一个人,各自耕耘,有各自的,收获,你不能代替我,我不能代替你,各自受保,这是非常公平的,公理道义。 健康的工作态度,应该不只是,为了吸水而已,而是为了,使自己成长,包括技能上,和智能上的,成长。 因此,必须,必须花费更多时间,精益求精,透过提升工作的,品质和数量,来提升自己的能力,这和吸水的多寡,会一定成正比。 一般凡夫,太爱自己,就会处处,与别人计较,失事多起疑心。 常怀疑,别人所说的话,是不是讽刺自己,别人所做的事,会不会对自己不利。 像这种人,就是把人事当,是非,会生活的,很痛苦。 有是非,就会有困境,这些都必须一克服,要克服难关,就必须忍让,所谓退一步海阔天空,就是菩萨,宽阔宁静的,境地。 众生心病,拥有的人,烦恼,失,没有的人,忧愁,得,患得,患失,却成忧虑。 若是身,一无所有,则心,一无挂碍,没有得失的牵绊,没有物质的积累,心灵自然,没有挂碍。 这是圣者的境界,也是学佛者所求的境界。 这个世界,怎么改变,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我们内心的世界,不要陷入,外境的迷思,平添烦恼。 我们,常因外境,心生分别,一句好话,上天堂,一句批评,茶饭无味,辗转难眠。